吃菜頭比吃人生更好 欸 知道嗎 有這種事情啊 對啊 歡迎來到阿布吉生活旅遊頻道 啊 不對 阿布吉生活旅遊頻道 啊 不對啊 阿布吉旅遊生活頻道 你說就好 好 我們今天要來做料理系列對不對 對對對 好 今天來做那個樹的那個菜頭粿 過年的時候阿 快過年了 過年的時候就可以來做 那個樹的菜頭粿 菜頭粿阿 為什麼說是樹的 因為我們沒有用豬油阿 沒有用肉阿那些的 就是說吃樹的人早上阿也都可以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對 那我們現在是要 用這個 大概炒這個 菜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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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絲 用一點點油下來 菜頭絲喔 對 所以我是去市場買菜頭 買菜頭回來 菜頭絲 菜頭絲喔 菜頭絲 你也會做嗎 還是你想吃 我想吃 好 好 阿嬤來煮 來做那個菜頭粿 一點點油 一點點油 這個 這個菜頭把它放下來 這裡的菜頭就有看 四斤半的菜頭 因為我放了一斤半的米 這裡有四斤半的菜頭 對 一斤半的菜頭 對 一斤的菜頭就是六百克嘛 對 就這樣子算是少 這裡只有四斤半的菜頭 我就下來跟它炒 所以我加一點油 對 然後給它炒一下 對 用沙拉油啦 或是那個 葵花油啦 還是乾淡油 因為我是素的 素的 就沒有用豬油 OK 我了解 好 就這樣炒 煮到這樣透透的 時候再來跟這個米漿一起拌 現在加 加一些那個 加個 過濾水 對 兩碗 三碗 燒了你的水下來 讓它煮一下 對 燜 把它現在炒一下 煮軟了 煮軟了 好 這樣子來翻好 像我們吃那個菜頭粿啊 有的時候吃得到絲 是因為這裡 有的 那時候 像這個比較粗 如果有的人用的比較碎 就會沒有吃到那個絲的感覺 喔 所以就是看這個絲的狀態 對啦 對啦 煮的比較軟 你如果煮的很軟的話 就沒有吃到那個 絲的感覺 對 對 你如果這個沒有煮到很軟 就會有感覺 有絲的 就這樣子 這樣拌好了以後 就把它 用那個 小火 不是不是 這個也不用小火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它等一下 它慢慢的出水 對 這菜頭會出水 就 炒到我們把它蓋住 OK 這樣蓋 好 等一下 好 就這個 這個米啊 我有泡過 就是再來米 這個喔 一斤半的再來米 有 我放了那個 我們自己吃飯的那個 鳳梨米 鳳梨米 鳳梨米差不多有 什麼鳳梨米 鳳梨米 是鳳梨米嗎 不是啦 哈哈 嗯 紅 紅 蓬萊米 紅 蓬萊米 哈哈 蓬萊米 蓬萊米 我是聽到 蓬萊米 哈哈 蓬萊米 對 你就要加一點點 啊 下去泡水 我現在已經泡好了 泡三四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那我現在要 要來用打的 自己 自己打 對 過濾的水 所以把它泡完 Stay in 泡了三四個小時 對 那現在就要用這個水 過濾的水 對過濾的水 一斤的 一斤的米 就要yo 六碗 吃飯這個碗 六碗的水 六碗就好了 一斤的米要用 Zeit 對 OK 好,那放到火汁機裡面去是不是? 欸,你就是一斤的米要六碗的水 那個菜頭三斤 三斤的菜頭 菜頭三斤 就是比例你就是這樣算就知道了 哦,好了 就打好了 這個就是把蓬萊米對不對? 再來米 加一點點蓬萊米 才不會很硬 切切 一些蓬萊米下去會比較軟Q 哦,那所以很久以前 用那個什麼? 石墨 石墨你就磨得蠻久的 你看現在的那個 火汁機 花打,你看很好,你看 打得這樣 米米米啊 對對對 這樣子就好了 啊,我這個菜頭 來看一下我們的菜頭 整個狀狀怎麼樣 對,來 來 來看一下 哦,煮到這樣差不多 這樣 對 軟了 有點透透的 對對對 這樣子 啊,現在就要來加囉 加了 加什麼? 加鹽巴 加一點點 鹽巴 嗯 嗯 嗯,差不多這個 要加多少 這個湯匙可能要兩湯匙 多 兩湯匙半吧 兩湯匙半 OK 這個 不用很多啦 一湯匙就好了 鮮味炒熟 好 這樣子 這個 OK 那也 你如果說 欸 有 夠不夠鹹啊 你也可以試一下 好,這樣子 現在這樣子 試一下味道 可以 可以 試一下 哈哈哈哈 輕的 碰一下就好了啊 OK OK 這 煮菜的人應該都會啦 哈哈哈哈 都會的功夫 哈哈 碰一下 好 啊 知道差不多 欸,可以了嗎 嗯 腦筛都是這樣啦 都這樣試試看 試試看 哈哈哈 啊,還有來 放一點胡椒粉 加一點胡椒粉 要加在哪裡 加在這裡 OK 啊 喔 也不用很多啦 白胡椒粉 好 這樣比較有味道 比較香 喔 增加一點香氣啊 對 啊這個 就是素食的 你看這樣 煮的 這樣軟軟的 喔 好 那現在要來加那個囉 加米漿囉 米漿 嗯 把米漿加進去啊 對啊 米漿把它加進來 喔來喔來喔看喔 這個 好 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火 喔 OK 這個加米漿的時候 就不要 太大 對,不要太大 好,我們打好的米漿 嗯 啊 加進來 嗯 慢慢加 慢慢加 嗯 嗯 這樣子就可以 活大一點點 沒關係啦 喔 喔 所以把那個米漿加下去以後 嗯 就開始這樣子翻喔 對啊 把它用給它嚼啊 欸它好像越來 越稠 黏稠的感覺耶 對啊 又要這樣子啊 欸用到 這樣子你看 對 手都好像弄不動它了 喔 而且因為下面 下面還是有一點點小火對不對 有啊有 所以 下面有 嗯 不能太大的火 太大的火 如果你如果 你速度不夠快的話 下面炒會乾掉 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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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你看你自己的速度 你如果 速度可以更快 你就可以開 好 比較大一點 啊不然你可以讓它更小 OK 好 這樣 所以就是把它完成 成 這個狀態啦 對對 要這樣子 喔 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 裝在這個 準備要來把它吹吹 對 所以我們要把它放到我們的蒸籠這裡 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把這個 這個 來 布啊 洗乾淨 弄濕 弄濕 對 就把它拿過來 這樣子 把我們的這個 已經做好的 材料 對 放到 蒸籠裡面 對 對 對 把它鋪平 鋪平喔 對啊 要把它 吃菜頭 比吃人生更好 欸 欸 知道嗎 有這種事情 對啊 吃菜頭 比吃人生還好 冬天啊 現在吃這個 最當季的 就是菜頭 你把它拿來蒸 隨時你都可以吃啊 隨時你說 我是說 過年快到了來做 你如果說 平時有菜頭的時候 你想蒸你就隨時可以蒸來吃 又不用很多時間 又不用很多錢 又很便宜喔 你看自己買的那個 材料才多少錢 總的話可能要五六百塊喔 那你才花了 欸 多少錢 一百多塊而已 對 你看 現在要跟它加一些些油 在上面 這樣子把它抹平 這樣子 這樣子會比較漂亮啦 對不對 要蒸起來也不會說 啊 筆筆去還是怎樣 這樣 加一點點沙拉油在上面 對 在上面 要把它抹平 這樣子 你最後的產品就會 很漂亮喔 對對對 你看 我把它抹一抹 齁全家吃到高興還可以送親朋好友 哈哈哈 你說這一堆齁 對啊 還可以送親朋好友 你看多好 哈哈哈 花一百多塊而已 齁 啊你如果買的話 這五六百塊 跑不掉啦 不只喔 我看不只 因為他們用秤的 就一斤就要秤 一斤就要六十塊啊 便宜的也要六十塊 喔 啊我們這個又蒸才十六 你看都是菜頭那麼多 滿滿的菜頭喔 對啊 有的你看買的 根本都沒有看到菜頭的菜頭櫃 哈哈哈 好 噢 鋪平 好 就可以下來 水開了以後 就可以下來蒸了 好 那我們來蒸一下囉 對 先把這個 水燒開了 水給它煮開了 煮開了 OK 然後呢 把我們的蒸籠 對 放上來 來 放上來 OK 好 煮個 一小時 十分鐘 好了 哈哈 一小時 十分鐘 好了 好了是嗎 對 一個小時 十分鐘喔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喔 哇 好了喔 這樣子 好了以後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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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這樣子 拿起來 不用拿起來 把火關掉 對 好 就這樣放著 放著 再給它放著 就這樣燜著 在燜喔 對 就這樣燜了 所以我 等於說我剛才已經蒸熟了 蒸熟了 不過現在先再攪一攪 再攪一攪一攪 攪一攪一攪 再攪一攪一攪 再攪一攪一攪 不是喔 攪一攪一攪 要攪一攪一攪 哈哈哈哈哈哈 還 拿出來而已 對 下面還有水啊 對 還有熱氣啊 對對對 就這樣子 給它繼續蒸 蒸著 再蒸著 放在那裡 一個小時以後 再來拿開來 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喔 就到這裡啦 喔 掰掰喔 你現在你學會了 素的菜頭粿 對 要怎麼做了嗎 就是等一下 一個小時以後 拿出來放涼 涼了以後再切 熱熱的不能切喔 熱熱的切 你會黏你的刀子 啊會切不成塊喔 要等它冷了 完全冷了以後再來切 就好了 好 好 掰掰 好掰掰 掰掰 看 影分身之術 我是忍者 我家實施我人家傳染 定盾 訂閱找增加之術 增加 嗯 嗯 嗯